选边站 我们来看 从一个中长线的一个均线开始 等于说大家都已经有这样子的趋势 你就不用一定要选什么边站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大家都说传产当家 然后电子有点熄火 刚刚看到所有各类指数 电子指数确实表现相对上比较弱 但是传产来说今天强的个国 基本上它也不代表明天会一定强 那么在这些传产国 我把它大致分成三类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第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目前月线 季线 半年线 连线 全部都上扬的 换句话说就是相对它的一个角度 要比其他的传产国 或者比大盘来得强的一个族群 那么这里面其实我只选了 就是我每一个只选八支股票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瑕疵 要不要去追高呢 我们来看长荣行好了 长荣行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知道油价的关系 让它股价表现得非常强势 但是它这边有一根一个月的平均线在这边 那么这边它会不会来到月线之声 再往上面冲 这本来我就可以讲了 后来我发现那边做了一个鼠方小姐 就不太好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个大量 它反映的是这一边的套老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你在追高的过程中 第一个考虑它会不会解套 这种情况不是长荣行独有的 我们去看华航 对 很尖戒 很尴尬 华航走势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航运股它的均线 一直爆它 我说媒体新闻一直爆它 然后油也呈现相对的弱势 然后它就横着走了 横着走 而且它是爆量之后流了一个上影线 其实因为航空个股的第三 我们在之前有讲到 第三季季报好是货柜 第三季季报不好是航空 大家看完第三季季报之后 哇你还亏损 会稍微沉浸一下 等到未来里面营收再度的上升 可能对股价上面才会有比较帮助 所以航空个股应该是利空中找买点 货柜个股是利多中找卖点 对 所以我今天就说 这些就在传产股里面 它的均线全面上升 在基本上来讲 它是强势股 但是在这个时间并不是最高 再给大家看一档个股好了 上尾 上尾这次个股封电的 那么也是很好 它今天又创高 可是它今天这个创高 大家看清楚 它是一根黑黑 但有上影线的 那么换句话说 它在创高的过程中 这边有量 那么今天冲上去 还好量所有的并没有爆量 但是这只个股就是说 你在买的时候 它的股性就不是那种标股 你也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那么回下来 既然量也出来了 那么对不起 这边就是你的一个防手点 所以在整个架构 看起来是很漂亮 因为所有均线全部都向上 那么在八支股票里面 相对上我们去看统一超好了 统一超来讲的话 它虽然是均线全部向上 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它觉得它整个机体来讲的话 均线就在这边 所以换句话说 它大量去也越过去了 那么回下来 不必去做追高 回下来 你如果喜欢买团产股的话 那么这种消费通路股 倒是可以考量 这是指所有均线全面向上的 虽然全面向上代表它强势 不代表你可以直接去追高 必须要配合它的一个越均线趋势 那么拉回来 乖离缩小地做什么进的动作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越线季线双双回升的 那么双双回升 就是说它还有可能半连线 或者连线 那某一支均线可能还没有上升 那么另外 我当然它季线 因为开始往低档扣 也可能回升的 这些个股里面大家一看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最近 说法源要驾差所造成的一个利润 那么中间 那么天气冷了 抗冬季又开始吃香 大家又想到一击去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刚刚中租属方有讲过 这是工具机的 这是汽车的 我们搭配刚刚看到了 在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它有在几个特定族群里面 有出现过 那么这个族群来讲的话 大家就去想一件事情 刚刚明天在问 过完选举之后 到底该怎么操作 谁是主流股 基本上我们的假设就是说 在选举过后 大家去检视所有类股 哪些相较于大盘来的比较强 那么这些个股如果集中在 某几个特定族群 那几个特定族群基本上它有机会成为主流的 所以有汽车股 然后F中租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说月线回升的里面有什么呢 月线回升股票里面有育龙 这刚刚薯房讲过了 这都属于租人业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发现它也有航运 那么台硕的月线回升了 你看台硕的个股 这只股票它月线终于回升了 这是台硕 你换成蓝牙来看的话 同样的蓝牙月线也回升了 你再看台化 台化的月线也回升了 代表什么呢 即使台硕三宝这一段时间一路下滑 但是他们传产股里面有一些个股 底部形态已经打出来了 那么对于这种底部形态打出来的个股 是不是该去直接去追 那么它既然是月线回升 但是它季线还在下滑的话 那么看它对季线之间的距离 乖离够不够 在这里面来观察的话 我们看像这个涛蒂 涛蒂来说的话 它是卖儿童服饰的 那么你看涛蒂的K线图 你可以发现 它的月线 它今天是掌听板 那么掌听板 月线是回升了 季线在哪里呢 季线在这里 OK 那么代表它乖力比较大 所以你要动作快 它至少在短线上 它并没有太多的压力 但是上去之后 季线的反压还是很重 所以月线回升的个股 距离前 上面一根比较重要的季线 有距离的话 你可以做强短的动作 再不然就是整个底部形态完成了 那么均线开始回升 在这个情况之下 逢低做沉接的动作 换句话说 刚刚其实名券也好 书房也好 讲的都很含蓄了 就是最近的行情 每一个类股 从8501上来之后 每一个都涨到了 你只要等都赚得到 可是这个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哪一只股票涨上来之后 你要买了之后 你要不懂得手脚快 哪一个股票没有让你套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记得 该手脚快的时候快一点 选择主流股的时候 就是靠票行情 选择主流股的时候 没说吧 它整个租权有相当多的个股 它的均线都优于大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可以当作准主流股 那么强短的时候 距离上面那一根均线 有一段空间的 你可以去强短 太接近的时候 就要稍微停看停一下 这是拉票行情 让大家都有拉一把 其实我觉得应该讲拉票行情 因为人人都有讲 对 有拉到 对啊 你都没有很悲观的气氛存在 从8500拉到9000点以上 我会拉到600点给你们 所以不是套票行情 因为是少就套 应该是说 之前不相信会有选举行情 那你去现在才相信 能去追高才套的 并不是它原来的一个初衷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 挪有雷头 纯属虚枪 因为这盘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嘛 对不对 就像今天的银件 今天的钢铁 你不知道明天会有 这边横盘的时间 已经长达一个月 代表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在等嘛 等选举嘛 既然是横盘一个月 代表每天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不一样你去买当天的强势股 它就不一定会是 第二天的强势股了 才700多位你要怎么样 那另外的800多位 到哪里去了 好了 这个人家外资可是爱台湾 对 外资是爱台湾 外资在上个礼拜 待会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还是买台股 OK 金面已经先丢出来答案了 还是买台股 而且以前一直都买美国 资金热钱是进入美国 现在上个礼拜 从美国开始测出来了 到哪去了 到新兴市场 美国测出来了 看到没有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其实在整个资金流动过程中 所以亚洲除日 在上个礼拜资金的流入 那以韩国跟台股为流入罪 所以投资朋友 不要因为互港通 或者美元强势 就忘了 认为台湾资金 一定是被流走的 其实在这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 最近这段是台湾 它确实是吸金人 这一点我们郑主委 其实真的把话讲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的美元指数又创高 好 那当然或许 投资朋友也可以搭配 看油价的一个表现 油价这两天有点指 看到没有 这个是油价 这是油价吗 这是目前最新报价吗 对 那这样的话 对原物料的股票里面 明天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倦 压抑 对 所以我们就说 有时候盘不用过度的追高 不要看到 欧盈就开签了 原因就是如此 因为大盘我们讲 它已经横盘一个月了 对 因为现在盘是 就是每天的发展 你真的没有办法找一步 但是可以打地鞋 对你可以用打地鞋 就是指幅在那边 它有盘了一个时间的过程 放量的那一上那 你可以稍微去做留意了 OK 还有两位 我不知道在放假之前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大家喜欢大的iPhone 6 就以亚洲的比例高成8比2 对 大小的比较好 对 因为习惯了嘛 所以我们赶紧透过新闻来看看 还在缺货当中的iPhone 6 你能告诉人们 早上离开 根据上运动报道 不 实际上 我刚刚大了 Siri又被呛声了 微软语音助力Cortana 嘲笑Siri只是住在更大的手机里 功能却没有升级 我希望我能够像你的 微软一连推出两支广告 强调Cortana可以自动地提醒 约会时间以及交通 不过iPhone 6可能不会太在意 因为自家的销量 实在比对手好太多 我知道很热卖 大家都拿 看到很多人都拿6或6plus 他们之前都已经有预购 那他们当然也已经有拿到 iPhone 6登台开卖两个月 现在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在苦等 中华电信包括了iPhone 6 64G iPhone 6 Plus的64G 128G 到现在都还在消化 当初预购的订单 不开放门市购买 而其他的型号 则是现货一来就卖掉 远传汉台阁大 也是iPhone 6 64G最热卖 许多的用户从9月预购 11月才拿到 想抢快的话 iPhone 6 Plus 16G 目前的平均等待时间 一个礼拜 电信高层预估要到农历年 才能把大量的订单消化完毕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做登记 因为都还没有开卖 iPhone 6在美国 台湾 日本 都拿下10月的销售冠军 不过同一时间的 三星机网Note 4白色 供货也相当吃紧 等待时间大约要一个月 至于Sony Z3的供货 则比较顺畅 门市几乎都有现货 在机王们公布应求的状况之下 现在电信新兵 即将出马抢势 新亚太电信 4G吃到饱550元的方案海报 已经贴在店门口 而传出12月4G开台时 还会同步开卖iPhone 6 红华董事长郭台铭透露 4G开台时将主打语音免费 目前550元4G吃到饱 是电信最低价 一旦新亚太电信 在12月也开卖了iPhone 6 恐怕会让其他的电信业者 供货更加吃紧 现在只好积极跟苹果争取货源 先把用户绑住 就怕对手出狠招 记者杨志烨小阳台报道